谜题终于解开了 只是不惧挑战 凡事求个明白 算是本情难改 可以还你公道 我又不乐不为 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 将我依活解开 一种莫名奇妙的冲动 将我继续追寻 你的一举一动 我却非加流行 只要真相打败 一切 一切无愧于心 朕微服到此 得闻此处有一盛景 名曰白河红林 据称白河的沙白似云 红林的夜每逢初秋 红艳似血 故此朕特来欣赏 起料途中 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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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枉 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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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枉 龙大人 龙大人 冤枉 这不是龙大人的轿子 请让路 我儿子真冤枉 龙大人 可不过了 龙大人 小人冤枉 龙大人 什么事 前面有一老婆跪在路上 龙大人 冤枉 大胆 竟敢拦鱼告状 龙大人 我儿子死得好冤枉 龙大人 对小人深冤 你这个老头好不知趣 本官要回家吃饭 你在这里拦路 把他拉开 是 不不不 走 龙大人 我是凡雅子的爹 我儿子死得真冤枉 走 快走 别别话 走 我是凡雅子的爹 我儿子死得冤枉 什么 凡雅子 你简直是胡闹 凡雅子一案是由本官亲审的 所以审劫 你在这里叫冤 是不是觉得本官错判了他 不不不 他死的是真冤枉 岂有此理 本官再说一遍 此案已结 你不得乎的 来人 把他带走 走 龙大人 你们也快点走 别在这里挡道 走 走 要不然本官对你们也不客气了 哪有没有天理 王少爷 现在怎么办 把老人家带过来 是 幸亏遇到皇上 可谓是上苍对他的恩赐 可惜朕却未能替他申冤 当皇上带樊老伯来找下官 说有冤案之时 下官自问查案十几年 也破了不少棋案 总以为是个简单不过的事 老身自幼家平 目目十丁 一直靠药范为生 以为儿子出生长大以后 可以想想晚福 怎料老伴去世 而儿子生下来就又聪又哑 一直不会说话 所以我们父子俩 一直以讨饭为生 你吃 你吃 来 去去去 你边去 大爷我没有 去 一边去 大爷 老师大爷大爷 踹你了 大爷给出来了 快去 你班老头 后来又怎样了 上个月 林村找林师公 上山捉毒蛇 老夫便前往林村工作 前两天回来 我儿子竟然死了 怎样死的 他们说他犯了死罪 沾手鱼才是狗 不过 我儿子是冤犯的呀 你不用急 你儿子究竟犯了何罪 为何要判死罪啊 他们说他杀了脱被成不归 并把他的头颅砍下 还签字画鸭认了罪 想不到下官纵横罚场十数年 竟已被此案难住啊 包拯 此案的来龙去脉 你是否清楚 案发经过我早已清楚 现在前因也明白 原来皇上亲办此案 所以发下密旨 看来下官 也不必将此案想得太深奥了 那此案是否真的冤枉 从表面上看十分明白 凡雅子已经签押认罪 承上来 是否这份认罪书 这份认罪书我早已看过 的确是凡雅子亲笔签押 而且在场官审的中街坊 都说凡雅子没有受刑 可谓不打自招 但是其就其在 凡雅子在刑场临行之前 竟然又头撞地 用血在地上写了冤枉二字 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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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此也令下官十分费解 凡老头声称儿子无辜 说儿子少无腹肌之力 且死者虽然是个驼背 但颇有点瞒进哪 这也是本案之所以可疑 只得侦查之处 朕虽然不能破解其中的谜团 但朕总觉得此案是冤案 皇上圣明 下官也是这么想的 下官几乎可以肯定 那个驼背的成不归 并非凡雅子所杀 就凭捡到的头颅 不错 那你还等什么呀 我在等暗中的一块小石头 刺激浮出水面 那是 那就是凡雅子 为什么会牵牙认罪 让我的魔物 连小石头 别放松 哎呀 您性人哪 真是 快把红布收起来呀 什么意思 人家 你不知道这牛 看见红薄以后啊 他是会激动的 多谢老伯 我终于明白了 都已经两天了 可是霍尔他 霍尔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你不了解的 我和他有一种 分不开的感情 可是 上一次在汴京 我的眼睛未盲之前 有一天 我正在京城的街道闲逛 谢谢在晚餐 走 当初我很奇怪 那匹马的眼神好像是在祈求我 要我帮助它是吗 看看转时以后 这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什么怪事 那马被判了死刑 正驱往刑场行刑 马被判死刑 那马呀 不但把主人摔下来了 还咬死了主人哪 哪有马咬死人的 所以呀 你说这事怪不怪啊 慢点 是公孙先生 原来是何大人 素质公孙先生喜欢查案 难道你认为这也是冤案 我刚才听说马咬死人 何大人 你不觉得奇怪吗 此案真凭实据 真凭实据 在哪里 是 你看 尸体上有多处 马咬过的齿痕 河上还有摔破的痕迹 分明是从马上摔下所致 何大人 我可以检查一下吗 好啊 免得我蒙上冤枉马的罪名 请吧 你看他手臂上的伤 分明是牙齿的伤痕 我们核对过 是这马的牙齿所弄成的 完全吻合 何大人 你也实在太过于舒服了 什么 他手臂上的伤 不足以令他致死 这马顽劣 先把主人摔死 然后再咬主人 他并不是摔死 凡摔死的人 一定会内脏受伤而死 而且会蹊跷流血 他现在并没有 所以他并不是摔死 那 那他额头上的伤呢 他有可能是从马上摔下来的 可这匹马并不是凶手 那是谁 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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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中毒而死 你们看 他的手上有两颗明显的毒蛇的血液 毒蛇先咬伤他的手指 然后毒液就开始便及他的全身 他的脸色发青 而且全身发肿 这就能证明他是被毒蛇咬死 并不是这匹马 原来真有这事啊 此事啊 已经传遍了京城 说是有人替马翻案 原来是你啊 我还一直以为是大家的传说呢 是真的 后来有人来报告 说他目击了整个过程 原来活儿的主人先被毒蛇咬伤了 中毒昏迷 这个时候活儿就咬着他的主人往家狂奔 在途中他就虚脱了 所以才把他的主人给摔在了地上 正好有人路过 就认为是活儿伤害了他的主人 原来这是一匹那么忠心耿耿的马呀 所以我就替他起了这个名字叫活儿马 来表扬他对主人的真诚 对呀 活儿 一个火字加上一个耳字 那就是忠心耿耿的耿了 嗯 这马很有灵性 他好像知道是我救了他似的 一直想来报恩 自从我瞎了以后 我的心情一直都很差 我住在大象国寺内 后来得到了然禅师的点话 我才开始重新站了起来 有一天我正在大象国寺后头闲过 这条路其实我走过很多次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摔在了一个坑里 半个身子都不会动来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那匹马真的出现了 他好像知道我吓了 然后拼命地大叫 他好像在对我说 你不要怕 啊 你是说那匹马一直跟着你 嗯 有这可能 要不然他怎么会那么快就来救我呢 正是这一次 我和他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当时他就咬着我的胳膊 把我从那个坑里给拉了出来 又让我扶在了马背上 从那次以后 我便收留了他 侯儿好像知道我瞎了 很了解我的心事 只要我的手轻轻移动他的缰绳 他就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 哦 侯儿真是一匹灵马 是啊 我却欠他一个亲 没有他 我们根本离不开这个迷失森林的 侯儿他现在身陷险境 我竟然 侯儿真的有灵性啊 你应该相亲他才对啊 他一定会闻到你的气味 然后跑出这个森林来找你的 你也会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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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蜻蜓是不是又出去了 是啊 他最近经常早出晚归 听说在打听逢止水的事 可有此事啊 有 完了 全完了 樊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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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樊老伯 樊老伯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什么事啊 大胆 何人起鼓 福大人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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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大人 有什麼事 交代兩句不就行了 何必記憶呢 公事公辦得好嗎 福大人 請上座 此乃你直轄之公堂 我旁聽就可以了 那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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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冤情 代將上來 草民凡老頭 叩見知府大人 唐下何人 見了本官 為何不跪 在下包著 見過龍知府大人 你就是定遠縣的知縣包城 下官正是 你有冤情 下官要替梵老頭明冤 明冤 梵老頭 有何冤之友啊 是梵老頭的兒子 梵雅子 梵老頭 你兒子的案件早已審結 現以政法 你四處冥冤 想陷害本官嗎 大人啊 小人不敢啊 不敢 大人 是梵老頭的兒子 梵雅子 確實沒有殺人 請大人明察呀 那件無透公案 早已了結了 你兒子當場認罪 並給劃押 承認殺人 到底還有什麼冤情 大人 恕下官無理 一件殺人案 大人判得如此輕率 你大膽 本官哪裡輕率了 兇手殺人之後 割下死者的頭顱 大人並沒有找到全屍 就憑一具無頭屍體來斷案 難免讓人覺得輕率 梵雅子殺的人 叫成不歸 你可知道成不歸天生駝背 本官雖然沒找到頭顱 但早已驗明正身 下官並沒有懷疑死者的身份 成不歸 是被斧頭砍死的 繼而 又被割架了頭顱 本官已吩咐武座 相加剖頁 傳武座層明 傳層明 小仁層明 見過大人 層明 你是幹什麼的 小仁層明 乃本府之武座 成不歸的身上滿是腹痕 卻其斧頭所砍殺之死 可有此事 根據屍體上的傷口 表皮粗粗 肌肉的傷口卻狹長 根據這些傷痕 成不歸確實是被斧頭砍殺而死 本官也在凡雅子處 被斧頭 搜集到帶血的斧頭 快快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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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仁層 差不來 一手 反雅子在獄中 已經話鴨認罪 這是你簽的認罪書嗎 都是真的嗎 嗯 畫鴨 快點 當日在堂上 本官一將認罪狀 給反雅子看看 大人 犯人里画鸭 他虽然雅 却能认字 犯雅子当着很多人的面 点头承认 那认罪状确实是他亲手所压 这还有什么疑点 这边还有什么冤情吗 而且根据本官的调查 凡雅子确有杀人统计啊 喝下来来来 下下下 喝下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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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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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 不要打 上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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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他们离去之后 凡雅子替奋地做出了 要杀死成不归的手势 夸了 夸了 别来了 别来了 杀人动机 凶器 审讯 本官哪里有精帅之戳 下官已经说过 大人并没有找到死者的头颅 那个头颅有这么重要吗 难道找不到他的头颅 就让本案一直拖延下去 让凶手逍遥法外吗 大人 你有没有想过 凶手为什么要砍下 成不归的头颅 又为什么要把头颅藏起来 这 三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人不知道 因为罪犯砍下死者的头颅 无外乎有两种原因 一 是为了掩藏死者的身份 成不归天生驼背 可谓身体上的特征太明显 所以凶手 并不是要掩藏死者的身份 那么凶手这样做 一定是为了第二个原因 就是掩藏死者的死因 掩藏死者的死因 没错 我在死者的库管里 找到一片树叶 这片树叶 是红树林特有的 所以我推断死者被谋杀的地点 应该是在红树林内 所以 我到红树林内去找死者的头颅 在那里 我还找到了一把斧子 根据尸体头上的伤痕 我发现 真正砍在尸体上 以及割去头颅的 正是我在红树林内 找到的那把斧子 马翰 在 小儿马翰 见过福大人 龙大人 大人是否发现 这把斧子上有一个缺口 有又如何 有 就可以证明 这才是真正的凶器 三明 小人在 以你多年艳师的经验 你有可能对证 是和凶器所造成的吗 可 可以 那么你有没有怀疑过 为什么尸体上的伤口 有一个特别的缺口 确实 当日 我在检查伤口的时候 特别留意到 伤口确实有一个缺口 但因龙大人 在凡雅子那里 找到了斧斧 所以小人 也没有多加验证 这 这是小人的疏忽大意 你疏忽 又何止这一顶 你把死者的死衣也疏忽了 死者身上的伤口 确实是被斧头砍中过的 这都是死后造成的 什么 暴 暴政 你怎么知道的 死者如果生前被力气所伤 那么伤口不但叫阔 而且因为收缩程度不一样 会变得参差不息花纹交错 如果死后才被力气所伤 那么伤口的皮肉 会变得比较平整 三明 我说得对吗 对 对 那么 成不归的伤口 是属于哪一类呢 小人现在想起来了 成 成不归的伤口 确实是很平整 却是死后才被弄出来的 龙大人 既然这样 成不归并非是由斧头所伤 那么在凡雅森那里找到的邪斧 顶多是残害尸体的凶器 怎么会变成杀人凶器呢 这 既然这样 成不归不是被斧头所杀 那么他的死因是什么 所有答案 就在成不归被砍下的头颅当中 什么 凶手把头颅埋在红树林当中 那极有可能 凶手是在红树林中行凶的 而红树林旁有一条白壳 所以我怀疑 死者是被淹死的 这全是你的推测 不错 成不归的头颅 证实了我的推测是对的 难道说成不归还会说话不成 没错 我娘说过 尸体是会说话的 我娘也教过我 一个人被淹死 他死前一定会挣扎 死者不断地挣扎 必定会有大量的河水吸入 甚至是河里的泥沙 于是 我用热水从成不归的脑门灌下 大人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什么 竟然有细碎的泥沙从鼻孔流出 光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断定 成不归是被淹死的 参明 小人 小人知罪 小人以为此案十分简单 所以并没有细加验证 不成 你果然是艳势高手啊 本官佩服 不过 这也难以证明 凶手另有其人呢 只是判断错了 樊雅泽杀人的手法 大人 此言差异 樊雅泽他承认自己杀人 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杀人 难道你想说 本官伪造了呢 认罪状吗 那认罪状龙大人早已成上 今天我身上带着那份认罪状 就在这儿 可否借给下官一看 这就是当日那份认罪状吗 正是 把汉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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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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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本人凡雅子 并不敢否认杀成不归 亦不想否认有罪 龙大人 你有没有觉得 这份认罪状的语法很奇怪 凡雅子读书不多 语法生硬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其就其在 这份认罪状 是岑明替他写的 岑明 有此事吗 小人 与凡雅子经常喝酒 所以跟他非常熟悉 宣案发生以后 我便去探望他 当他向我坦白 真的杀害成不归以后 小人心想 凡雅子难逃法网 为他免受皮肉之苦 所以 所以就让他 化了鸭 三明 你在看凡雅子的时候 早知道他会认罪吗 小的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身上会早有准备 而且还用了这么华丽的纸张 小人 你不用解释 更奇怪的是 你为什么不用莫知 却用朱砂替凡雅子写这份认罪状 为什么 因为小人 因为 因为你就是凶手 他 他就是凶手 他就是凶手 杀了他 杀了他 报长 你说什么 我说岑明才是杀害成不归的真凶 凡雅子只是他嫁祸的对象 众目睽睽 凡雅子自认杀人 岑明 他怎么可能嫁祸 这正是一件众目睽睽之下的嫁祸事件 什么 众目睽睽的嫁祸事件 樊老伯 你有没有见过你儿子的认罪状 草民没看过 那你现在好好看看 这是不是你儿子的牵牙 我儿子的手上有颗黑痴 这 这就是我儿子的掌印哪 报长 你故弄什么玄虚 龙大人稍安勿躁 下官自有分晓 范老伯 你可认识字 略是一二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认罪状 念给大家听听 好啊 好 本人 凡雅子 否认杀害成不归 否认有罪 哎呀大人大人 我儿子是冤枉的 我儿子冤枉的 我儿子冤枉的 冤枉 请清庞相过 这倒是 不是 不是 是不是 是 是 樊老伯 我 我儿子 分明没有承认 你们 硬把他给砍杀 你 你 我儿子死得好远哪 樊老头 你好好地看清这认罪状 光天化日之下忽言乱语 你 这个人罪状 乡 乡亲们哪 我儿子没有承认哪 没有承认 杀害成不归 没有犯罪 这个老头 你眼睛有问题吗 你在这样胡说八道 休怪本官对你手下无情 龙大人 樊老伯眼睛确实有问题 不但樊老伯眼睛有问题 樊雅子也遗传了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色盲 什么 这什么意思啊 不错 有些人天生会把某些颜色混淆 对 樊老伯和樊雅子 对于红色和绿色 根本就分辨不清 所以 这纸上的绿色和朱砂字 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就是绿色一片 也看不清到底写了些什么 但如果把这些字 都掩藏的话 你看 对呀 你们看哪 上次的你们看 我儿子没有承认哪 我儿子是元王的 这么承认哪 我儿子是元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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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雅子一直以为 这是申诉状人 所以他被押赴刑查的时候 仍然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被判处死刑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个已经认罪的人 会在刑刑之前 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三明 你好狡猾 你身为武作 熟知验尸方法 你把成不贵的头 砍下掩藏 又将一把燃血的斧头 放到樊雅子那里 既然利用樊雅子色盲 这一弱点 让他成为你的替死鬼 好让你逍遥法外 此明 该当何罪 小人 小人之罪 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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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包拯果然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哪 武作都认罪了吗 禀皇上 都已一一认罪 那个武作因战台高筑 本来想与樊雅子 以及驼背的成不贵赌钱 希望可以赢一点钱 怎料反被成不贵赢了很多的钱 樊雅子与成不贵吵起来 他将成不贵劝走 当走到红林白河之时 一时金钱诱惑 他就狠下心来 将成不贵的头 按在白水河中将其溺死 然后将成不贵的头砍下 遗失嫁祸 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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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臭牙子 以后别让我见到他 没钱玩什么玩 好啊 要是让我再见到他一次 看见他一次 揍他一次 这玩什么玩 赖皮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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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 现在总算是真相大白了吧 可惜樊雅子终究还是枉死了 龙兴那个老糊涂官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下官一定马上严惩 包拯 朕一向赏罚分明 你替朕破了此案 有什么要求吗 福大人 本来君子不多人所好 但此事可能另有蹊跷 帮大人原谅下官的无礼 包拯严重了 但言无妨 皇上 下官想要皇上那幅画 缝之水的那幅画 正是 但是 皇上 君子有成人之美 只要皇上允许 下官一定会把画送给包拯 朕准奏 谢皇上 谢皇上 喂喂喂 你别以为一出范我就赶紧你啊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还常常帮你偷东西呢 这是给我的酬劳我赢得的 虽然是从皇上那得到的 但也没什么大不了 别像是给了我什么恩惠似的 哎呀小姐 整个上午你都在说话 我可什么话都没说过啊 虽然你嘴上没说 但你心里在想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那当然了 那你猜 我现在在想什么呀 在想怎么捉弄我 果然被你猜到了 朕有一套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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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在装弄我啊 驾 哎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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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这是打破铁鞋无名处 得来全部废公府 这回可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的 嗯 走 哎 喝杯茶吧 展昭得救 来恩这元凶自作自受 也算是大团圆的结局了吧 可你为何仍愁眉不展呢 是不是为了香香姑娘 当然不是 我看你跟香香姑娘 自从从燕不归回来之后 你好像对她改观了很多 香香姑娘这次离家出走 说一定要请明医治好你的双眼 我看她这次不只是好胜 她是真心想治好你的病 花公公 你不要说了 我不是为了这个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再说有缘千里能相会 一切随缘吧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到现在 行刺包拯的杀手 我还是一筹莫展 对了 我还差点忘了 包拯不是说出酒回来吗 这明天可就是出酒了 赶紧你找个简单让我藏起来 有人找我去说我不在 花爷 公孙先生 看见展示主了吗 他不在 要看看是不是藏在床底下了 你 没有啊 没有 那就奇怪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战兄弟 出来吧 都走了 走了 这个臭小子折腾了我一天 渴死我了 你这个坏东西啊 昏迷才好 又不安静了 你可有所不知 他刚才追我比武啊 他说他输了 要背我为师呢 你小小年纪就当个师傅 也挺好啊 那怎么行啊 又是那个臭小子 公孙先生 王朝回来了 王朝大哥 你可把我吓死了 王朝 怎么样 那个地址我找到了 你去梅子村了 这信送往何方啊 西京梅子村 对 依照这个信上的地址 对了 我在那里 还找到了一个驿站 据驿站的人说 附近的村民 经常把他们的寄信 放在那里 他们会随时取取信 可是我等了两天 也没有见人 来认领这封信 现在他们都是半疯半傻的 我想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好了 又是那个臭小子 用诡计引我出去呢 我看不像了 我们出去看看 不会 这个世界 不会 不会 不会有报应的 不会有 报应的 好吧 来恩为什么会突然之间醒了 大家想没想到 今天正好是来恩中毒的第七天 原来如此 还好你们把我的毒解了 要不然我就惨了 来恩他虽然已经疯了 可还是念念不忘那些金银珠宝 他这个人呢 面词心恶 是披着瘦皮的人 死不足惜 他还厚着脸皮 叫什么来恩 那副对联不正说的是来恩的为人吗 来恩 来恩 兄弟 你也别挠了 喝杯水 消消劲儿 王八蛋 兄弟的手你也吃 我 来来来来 喝什么喝 喝 我不是没办法吗 那种情况下 你说 我该怎么做 这梁兄弟又搞什么鬼啊 你不是人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金龙寺了 不 兄弟 你错了 金龙寺的事还没完呢 我不管 不管了 不管就不管 反正也不一定非在金龙寺下手 什么 真的吗 千真万确 就在金龙寺下手杀暴者 人都在金龙寺了 还不千真万确啊 人都来了 原来是你累个坏东西 也没有办法啊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什么他们 就是那两个说悄悄话的 唐姬和唐贤两个兄弟 战昭 你说什么呢 果然没有猜错 他就是战昭 你们干什么 那 这位就是公孙策先生了 那晚 我们在树丛间说话的时候 瞥见有人影缓过 那就是你 你们想怎么样 先生不要误会 我们是来报恩的 你们来金龙寺 是因为你们知道 有人要刺杀包拯 所以来查探 对不对 那又怎样 既然公孙先生 救了我们兄弟两个人的命 我们就实不相瞒了 不错 我们知道有人要刺杀包拯 只可惜 凶手并没有在这儿出现 什么 刺客没有到这儿来 对 刺客已经改变了计划 什么 他们要在县衙前下手 我们知道包拯今天要回来 他也会先去县衙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不赶紧回去的话 恐怕就来不及了 公孙策 走 哪去了 人哪 人哪 我怎么知道 你刚才不是看见他们 你不也要看到了吗 我 算了 反正就一条路 我们往前面追 好好好 这两个人太难缠了 你不要再戏动他们了 你没有听见他们说 会在前面等我们吗 我知道另外一条路是捷径 从那边走就不会碰到他们了 行不行啊 走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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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敏啊 怎么 你们要走啊 是啊 叔叔有点急事 要先走了 小敏啊 这么穿校服了 难道家里有人出事了 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儿已经吃了一个月的斋 就是为了今天 要在这里做一场法事 刚刚过世啊 差不多一个月了 好 我们是从兴庆那边来的 这是我们家乡习俗 要过一个月才能做法事 几位施主 麻已经备好了 好 那我们走吧 告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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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如果是這樣 我可以安慰自己 在沒有你的夜裡 能畫出一些光明 留得住快樂 全部都送去給你 苦澀的味道 變了甜蜜 從此也不用分開小寒愛的天吧地 還能再冬雨天空 月亮太陽再相遇 生命中只要有你 什麼都變了可以 讓所有流星隨時都想你 從此在人世上也沒有無奈能分明 我不用睜著眼睛看你遠走的背影 沒有變壞的青春 沒有失落的愛情 所有承諾永恆的相信心